外角154的速球 让陈杰先生的挥空遭到了三振 又是一颗超强速球 让对手再吞一记三振 为全龙王牌投手徐若曦 火球男封号名副其实 这虽然不高 但是一出手就是绝杀 四局投球12上12下 彻底封锁同一式打线 全场只用了51颗球 标出643振 连总教练叶军章都迟言 表现无可挑剔 童天热身赛的焦点还有他 左腕野方向的高彎球 大棒一挥 小白球直接飞越 全壘打墙 胜浩尾久局下轰出再剑 两分炮逆转战局 气走乐厅桃园 胜浩尾热身赛 手感火烫 反倒是台冈雄赢的大王王柏蓉 陷入低潮 直球进来 王柏蓉这一棒送到了 左腕野方向 球还在飞 球还在飞 王柏蓉反台后 打击手感 慕名熄火 连续20打席 林芝安打 只差一席就追凭 联盟单季 最惨记录 看王柏蓉这一棒 有没有机会 在中右之间 安打出现啊 22号对战乐天 终于敲出一支三蕾安打 也是六胜赛首安 这安打球迷 判了又判 总算没漏气 王柏蓉 2016年在LAMIGO 曾经缴出0.414打击率 200支安打的超强成绩单 用多打击双冠王 和年度MVP 如今却找不回手感 球评 点出关键 眼看台纲雄英 4月5号将迎接主场 开幕战 对上富邦汉将 接下来如何突破新魔 恐怕是大王得面对的 重要课题 先上市会 河荣参谱的